是的,好的,我也继续就这个土,我继续请教我们在台北的来宾,刚刚看到这个最新的是国务卿的人选的曝光,当然大家更重视的是,这个副国务卿,传说是前美国驻联合国的代表,张波腾,约翰·博尔顿,那我们就来看看博尔顿他在这个穿菜通话之后,他是怎么说的呀,这个博尔顿是说,北京的任何人都不能够决定我们可以跟谁交谈,如果美国总统认为他与谁交谈符合美国的最佳利益,他就应当能够和任何的外国领导人交谈, 博尔顿还说,台湾有2000多万人,有民主制度,新闻自由,自由市场,遵循国际的法规,也符合国家的定义,所以当民主国家领袖致电美国总统的时候,川普就应该要接听,这是可能的副国务卿哦,内定的人选,张波腾他对这个穿菜通话之后的一个评论哦,除此之外,我也想继续请这个严教授评论,刚才我们在图上也看到了,就是有非常多的这个,川普当,团队当中很多的重要将领,包括了绰号封狗的国防部长,马提斯,他是前陆战 川普团队的推上将,还有他的国安顾问哦,以及这个国土安全部长等等哦,那么就有媒体说,这个未来川普团队恐怕会变成一种军政府的状态,但是也有人说,这些人因为历经了沙场,所以不会轻起战端,反而对中国是好事,你怎么看这些不同的说法呢,严教授。 是,大家倾向就先,呃,贴个标签,再来演绎啊,但我的感觉是,其实从这次他任用这些格,格院里面,其实都是属于实务派,也就是说他对实际的,呃,比如说经济,经贸,金融,都很操作很懂的,国防,国家安全,或者国土,这也是实务的, 你找一个不了解这个,我看很难,那而且美国是,呃,世界警察,其实军事外交,这两个应该是可以结合在一起的,所以你说他鹰派也可以,但你说他比较实务倾向也可以,而且我们看到这个,呃,川普他13岁的时候有入这个纽约军事学院,所以我觉得他大概对军人不会说像我们一般文人那么排斥,而且我相信他比较有这种亲身的体验,而且, 他们这个年龄都是在,大概像川普是1946年出生的嘛,就是在,呃,当时出生这个,呃,年轻的社会化过程是美国最强盛的时期,所以我认为,他们是想把他迎回以前美国当时那么强盛的一个状态,嗯,所以在很多座位上,当然就会给人家感觉比较强硬,或比较鹰派,但是鹰派是外面的解读,对他来讲,他们本来认为美国应该,因为他以前当时那个一个,一个地位跟这个尊严, 嗯,好的,刚才也补充一下这个,我们提到这个副国务卿,哦,John Bolton,他可能是出任副国务卿一职,他通常是对台湾比较友好的,刚才也提到他对川赛通话的一个回应,哦,另外在把时间交易国异之前也介绍一下,虽然有几位国务卿人选已经是这个out,包括这个朱里安尼,还有这个罗拉巴克,罗姆尼,还有博尔顿等等,啊,但是这些看起来好像都是对台湾比较友好的人士,所以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 继续就川普这个内阁成员,不然是选中的也好,或是这些曾经考虑过的人选,究竟对中国跟台湾的立场是什么,继续请教三位来宾,博弈。 好的,谢谢东宁,首先我想先请教在线上的王丹教授,就是刚刚我们在第一轮对话当中没有请教到您的,也想请您一定的回答,就是说您看这个川普的这个国安团队,再看看他的这个未来可能的这个亚洲政策,那么您今天在宜兰的这个一个演讲上,您也提到了,您觉得台湾要维持现状很难,势必要在战略上有所调整,那么配合上, 那您所预测到的这个美国的政策,是不是跟我们也大概介绍一下,您觉得未来这个美国的亚洲政策的一个走向,以及台湾必须要因应或者调整的一个方向呢? 以后啊,中美关系的变化,我们都知道应该是会发生相当大的变化,那我刚才讲了这个变化的第一点就是不可预测性,这个其实对任何做外交的人来说,这个不可预测性越高,那对于两国关系的这种风险度可能越高, 就会越提高,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两个大国,现在中国跟美国呢,习近平和川普啊,我觉得这两个人的个性,我不认为他们会变成好朋友啊,那习近平是典型的红二代那种,就是不太会把别人的意见放得严厉的,川普也是很骄傲的那种啊,他也听不得别人对他说不好的话,两个人都是活包浪子, 这样的两个大国的领导人,我觉得会导致中美两国之间的摩擦会更多一些,我指的是领导人的个性,这是第二部分,第三部分呢,中美之间本来就会发生冲突, 这次即使不是川普当选,是Hillary当选的话,中美之间也会冲突,Hillary讲的这个亚洲在平衡,已经看出这个局势,这个不是共和党和民主党能够决定的, 中国现在的崛起,和中国开始决定走这种扩张的道路,包括加强军备,对美国在世界的领导地位,当然会构成威胁,那美国势必会做出反应,从这点来讲,我觉得其实不管是川普还是Hillary本来, 中美之间的冲突就是可以预期,会越来越强的,那么台湾在中间,你说保持一个完全客观中立的立场啊,既不倒向美国,也不倒向中国,当然理论上我们都很希望能够这样啊, 但实务上我们都知道,其实是很难做到的,那要怎么样选择,这当然是蔡总统的事情,那最后我要说的是,就是以川普的这种个性,包括他任命的国安团队和军事将领的那些,就是军人的这些性格,我认为,其实中美之间擦枪走火的可能性,至少要比前几任,美国总统任内中美之间,可能的擦枪走火的可能性,我觉得要大得多。 是,好的,谢谢王丹教授,那么继续我们想请教在华府现场的赵言赵先生,刚刚这个王丹教授也说了,其实这个川普还有他任用的团队,以及这个习近平都是比较这个听不,没有办法受刺激的, 那么,这个我们也注意到,先前蔡总统在跟川普通电话的时候,这个引发了美国媒体很大的讨论,那么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这个副国务卿的可能人选呢,前美国的前助力合国大使约翰·博尔顿呢,他在接受福斯新闻网专访的时候,他就说,这个如果中美关系会因此而动摇的话,就让他动摇一下吧, 那么这个川普的经济顾问史蒂芬姆尔甚至用很不雅的词句来说,如果中国会在意的话,就不理他这样子,那您觉得,就是说这一连串的言论呢,是不是其实正是这个中美关系可能会加深这个紧张,或者是加剧影响的这样的一个先生,或者是这个赵总统呢,您的看法? 这个先生肯定存在了,因为这个环球时报说这是一个小动作,但是我不觉得是一个小动作,这是一个大动作的开始,如果看不到这一点的话,王毅也这样讲,说就是一个小把戏,小招数,小动作,这一系列的话都出来了。 但是他们这样的认识,我觉得有点这个短见,就是你自己吃惯了这个满汉全席,现在变成麻辣烫了,你不适应,所以说话也开始语无论次了。 那么在这个中美关系当中,未来的中美关系一定是要以一个普世价值的坐标系,和那个中国大陆要遵守国际规则的这个坐标系,以及在经贸往来的过程当中,必须遵守这个世贸的规定,这样的坐标系,才能确定这个,一个好的中美关系的发展。 如果这些都做不到的话,你只是想这个发自己的财,闷声发自己的财,完了这个,在这个所有的国际义务和那个承诺当中,你都不进行改革自己,那么中美关系肯定会有大动。 赵言先生,那么回到台北,我们要请求这个严谦发教授,就是在这个蔡英文总统跟川普通电话之后,然后还有川普的一些幕僚,重要的顾问发表一些对大陆不太友善,对台湾好像有鼓舞的这个言论之后,台湾这个好像,这个相当兴奋的,但是就是,也是低调中太有兴奋。 但是,您觉得,其实是不是,我们还是需要就是谨慎的来处理,因为这个,包括苏琪老师也说过,这个两大之间难为小,其实,面对一个新的局势,台湾是不是,还是不能够太过于乐观,也是要,必须要谨慎的来处理,您能看? 其实你看到,包括总统府那边的发言,或者陆委会发言,都是很谨慎的,我想台湾大概没有人会愚蠢到说,把这个当作一个很得意的事来看,因为,但是过去我们一段时间,我们看到,我们几乎已经被打趴了嘛,脚被打残了,手被打废了,我们还能怎么样?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点对我们台湾这种,我们开放市场,我们民主,法治这些的这个发展,应该是个鼓舞啊,所以我觉得,有些男婴的朋友太过酸,我觉得没有意义,我觉得台湾是需要一股支持力量,道德支持力量,至少说,我们现在走在对的路上,那没有理由说,国际社会不给我们支持,所以我觉得,以目前来看,这样一个通电话,我想, 我觉得是,中国方面把这问题逼到极点,所以逼得把美国这些人,把心里的话讲出来,如此而已 是,好的,谢谢几位嘉宾,东宁 好的,也立刻来接听电话,河南的王先生,您好,河南王先生,请讲 喂 请说 我想问,赶紧发教授一个问题 就是那个,比如像那个乌克兰,西方的时候 俄罗斯通过收复克里米亚 中国也可以收复金门和马祖,金门和马祖,几位中国不到十公里 我想问,杰紧发,金门和马祖在台湾的战略地位重要不重要,请他回答我 好的,谢谢河南王先生,高雄的陈先生,您好,请抓紧时间 我们节目时间有限了,陈先生,请讲 对,那个哦,那个,川普是生意人嘛 那你一通电话,我们就沾沾自喜,笑死人啦 对不对,他想我们买那武器,买他的猪肉吗 你想想,吴婷筠的下场是什么难业啊 对不对,我们有高兴什么,你搞台独啊 死路一条,把台湾带上 高雄的陈先生,吉林的吴先生,请说 你好,这个川普总统是敢说敢做的总统 别人不敢说的他敢说,别人不敢做的他敢做 我想问一下嘉宾,就是说这个川普上任之后 他能否敢于直接的就是承认 川文政府就是台湾人民的合法政府 也是中国人民的合法政府 他毕竟是经过2300万台湾人民选举的 而北京政府的1000万人选举都没有啊 好的,感谢吉林的吴先生 他提到了这个川普敢说 别人不敢说的话 也跟我们一位这个YouTube上的网友 提的这个问题有关 我们来看看这位YouTube的网友 他提问的是说 这个一个民族两个国家 他认为也是不错的选择 事实上我们连到这个川菜通话 很多美国主流媒体现在是说 其实实际上本来就是在世界上 世界上有所谓的一中一台 大家之前用各种不同的包装 我们的语言去把它说没有这回事 但是现在川普的一通电话 可以把这个事情可以说是捅破了 让大家都知道说 事实上在台湾有一个合法政府 就像刚刚吉林吴先生提到的 我想以这个就作为 这个最后三位来宾的总结 究竟川普和蔡英文这通电话 把这个事情给浮出台面了 未来他的国安团队要如何处理 这个台湾跟重货的问题呢 我想先请在华盛顿现场的赵先生 给我们做个一分钟的总结 我觉得这个叫出台湾总统这个词 正是大陆台湾所希望的 因为他不希望蔡英文叫中华民国总统 那怎么办 他肯定有个职称嘛 叫什么 只能叫台湾总统 所以我们过去说过讨论问题 说大陆最脑子最浆糊就是台湾 他说一个中国 一个中国 那你到底是什么 你法理都不对接 理念都不对接 民主制度都不对接 这些东西都不对接 你让民主和专制合在一起 那是不可能的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说 大陆你不要在国际事务当中 用两个标准 就是当你想一想 1992年的时候 你跟南韩建交的时候 那个北朝鲜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 当然了北朝鲜是应该抛弃的 我觉得应该跟北朝鲜断交 你才选择了这个南朝鲜才是对的 那么回过头来 现在他两边都没有断交 那么两边都在相处着 那么是大陆的评语说 那个时候东北亚的冷战已经结束了 现在台湾总统叫出来了 你大陆一定要面对这个现实 好的 展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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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教在线上的王丹教授 有很多人说 这个川普讲的这个台湾总统 可能会引发这个 或是鼓励台湾台独的这一派 究竟如果这个 刚刚听众也提到台独如何 会有很严重的后果 恐怕会引起北京强硬的回应 你怎么看这通电话 跟台独的关联 跟后续可能激发的效应呢 王丹教授 一分钟 川普的这个电话 当然主要的对象 应该虽然是打给蔡英文总统 但应该不是讲给台湾听的 应该是讲给中国听的 还是他整个的亚洲战略的 一个构想中的一环 那我如果最后做一个总结的话 我觉得川普上台以后 从他的这些国安团队的任命上 我们当然可以大概看出一个轮廓 这个轮廓外界基本都有共识 就是它会走向比较一个强硬的 尤其在军事上 会增加这种军事力量 甚至会有军备竞赛 包括在贸易上 会更注重美国的利益等等 目前来看应该都是这样 但是我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一下 就是川普原来也非常讨厌奥巴马 但是现在他开始说 奥巴马是个非常好的人 我现在听说 好像甚至他邀请奥巴马 就是卸任之后 还要再继续帮他提供一些建议等等 我意思是说川普现在的国安团队和外交政策 大致有个轮廓 这并不代表这些轮廓以后不会改变 以川普这样的个性的话 以后在他逐渐实验的过程中 如果发现需要调整的话 我相信他的180度的大转弯的可能性也是有的 所以这个就是大家也不要那么以为说 这个就是他目前已经很稳定的一个未来发展的一个趋势 好的 谢谢王楠教授 严天巴教授 最后一分钟 我觉得川普是一个很爱赌的人 而且很有自信的 我相信他对中国应该会采取比较强硬的做法 但是我不认为中美会有太多的对立 因为中国共产党他碰到硬的就会软 就会退 就会迂回的采取另外一种方式 也许会再慢慢走回这个桃光扬灰的这个政策 我不认为中国会立即来跟美国对抗 因为我认为现在的这个中国领导人 应该不至于愚昧到说去 把中国这个经济改革这样一个成果给毁灭掉 所以我对于这个中美关系的这个发展 所导致整个全球的这个这个秩序 我认为应该还是会比较神圣乐观 好的 谢谢三位来宾 今天非常深入的讨论跟分析 也谢谢听众观众朋友们 网友们的加入 谢谢大家 好的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 今天的海峡论坛就为您进行到这里 我们感谢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 还有台北的严建发教授 在台北中广新闻网的演播时代的节目 也感谢华人民主书院的董事会主席王丹教授 今天透过了skype参加我们海峡论坛的讨论 王丹教授感谢您 也感谢赵延先生在美国之音演播时代的海峡论坛 感谢赵延先生 谢谢 更要感谢的是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您的积极参与 提醒您来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他们的个人观点 不代表美国之音 另外今天来不及参与我们现场讨论的听众和观众朋友 您可以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 YouTube的频道或是我们的脸书上 收看海峡论坛直播后的视频并留言评论 我们的网址分别是VOACHINESE.COM FACEBOOK.COM 斜线VOACHINA 还有YouTube.COM 斜线VOACHINA